英国女王每次公开亮相 穿搭其实都会成为大家的焦点 据说女王的衣服都是有经过良好的电脑系统管理 每件的衣服都有配上名字 每一次的搭配都会记录避免重复 所以很多人以为这女王一件衣服只穿那么一次 美国时尚杂志Fogue也曾经做过女王服饰的特别报道 将她一年里面的衣着排列成一个列表图片 一字排开就像一道彩虹一样 也让女王色票自此成为个人的标志 而其中女王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个蓝色 这个色系的衣服的比例就高达29% 再看到上周在另一份全球富豪榜 蓬勃亿万富豪榜指数 这印度富豪就是这位阿达尼的排名超过LV的老板阿诺 成为首位挤身全球前三大的亚洲富豪 这是马云过去不曾缔造过的记录 那最新排行榜出入了周三 她的身价又超越了贝佐斯 尽管这阿诺身价回升 阿达尼排名为十第三 可是如今富豪榜上只剩下马斯克她没有赢过 而她大二就辍学了花了14年的时间让她的身价飙涨百倍 再看到苹果秋季发表正式发布了全新iPhone14系列 全球都在关注 不过苹果已故联合创办案贾伯斯的小女儿叫做伊福 她稍早就透过社群媒体贴出一张梗图 这梗图是什么 就是这张图 她很算iPhone14没有新意 她在IG上面发文就写着说 这就是今天的苹果发表会之后 把iPhone13变成新的iPhone14的我 但是这个图中这男子拿着的 这个东西就是跟他身上的衬衫穿的是一模一样 讽刺意味非常浓厚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